整條街水淨鵝飛 疫情前上水逼滿自由行旅客的景象 在通關首日似乎未見到 我們星期日早上來到上水的藥房街 即是新發街和新長街一帶 發現很多商店仍然下閘 是未開門還是已倒閉呢? 來到新康街人流似乎多一點 不過大部分都是區內的居民 不少藥房都表示原本對通關很有期望 但期望愈大失望愈大 不知為何一個大陸客都沒有 有藥房店索性變陣賣蓮花 就連連鎖的藥房店亦都一樣 有區內的居民表示 雖然暫時不覺得通關令區內多了很多人 但都擔心通關後區內又會人逼人 最怕就是多了人來搶購日用品和藥物 所以早就為家裡的小朋友 有買定一兩盒止痛退消藥看門口 不過其實自由行旅客來到都未必有藥買 事關多間藥房都說必利痛未翻貨 即使有貨亦都要捱炒價 原本八九十元的三十粒裝必利痛 有藥房就炒到一百三十元 亦都有藥房出售其他含朴熱式痛的藥物 二十粒止痛藥就賣五十八至六十元不等 阿拉大大雙 第二十元 至少廢場 有多免 一個有零 熟達 威娃大飯